在中国历史长河中 史书关于剑的描述 远胜其他兵器 剑被赋予神圣的文化 就渐成为狭义的象征 剑在咱们中国历史中 其实出现的时间非常早 早在青铜时代的早期 剑其实就已经 常见于中国的天南地北了 但是呢 剑由于早期青铜这种 材质性能的影响 其实啊 它在长久以来 一直都没能成为 战长上的主要武器 特别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钢铁技术渐渐成熟 它也被砍击能力 更强的刀所取代 因此呢 在咱们中国古代传统社会 剑往往啊 它更多象征的是礼仪 象征的是君子的品德 当我们从严肃的考古 或者说历史角度出发 我们会发现啊 剑在相当大程度上 是因地制宜的一种武器 比如说呢 在咱们中国东周时代 五岳之剑 响于天下 包括那个时候 越国有一个著名的 驻剑大师叫欧野子 他就曾经铸造过 五把绝世名剑 鱼长剑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我来说 宇宙以及这世界的一切答案 都需要用双手去触摸 作为一名博物馆讲解员 我想用自己的触感 去感受历史的温度 古语有缘 言兵者必言剑 剑在咱们中国历史中啊 一直扮演着特殊的地位 今天我就走到了一个 著名的制剑工坊 想和这儿的工匠师傅们 一起复原一把绝勇之剑 如果我们含烫量很高的话 我们就不适合碎水 碎水的话 保健的硬度不大得太高 它很容易就崩了 堆砌的工艺也变过来 然后新于日本 胜于欧洲 后来中国的感觉使唤了 这几年就把它搞起来了 所以说我把它做成了 我看这个虽然是金属 但是有木材的那个质感 何老师 您要的那渔长剑 我给你打好了 谢谢 谢谢胡老师 谢谢 渔长剑自诞生之起 就是个不祥之气吗 专注刺王聊 到底是不是被吴王河驴利用的呢 在史记刺客链证中 和专注一起被提到的 还有哪些刺客呢 上跨客APP搜支持局 让我继续为你介绍一些 渔长剑背后的故事 很多人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在东周这个时代 吴越两国的制剑技术水平 会这么高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地理环境的限制 那个时候北方地区 因为干燥而且开阔 所以车站相对来说比较多 在车站的战场上 主要使用的都是割户着 毛针的长杆兵器 但是在吴越这样的南方地带 水网纵横 人们有更多的机会 天身肉搏 在这种天身肉搏之中 像剑这种短而锋利 而且使用便捷迅速的武器 就成为了主流 比如说呢 当我们说到吴国历史的时候 于长剑这把传世名气 就不得不提 这是吴国亡史发生这次残酷政变的 一把关键武器 可以说也正是于长剑这把武器的锋利 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了吴国的历史 甚至可以说成全了吴国之后的霸权 当时的公死光 对吴国权力的分派深感不满 于是他和一个刺客密谋 对汪良进行了一次别有用心的宴请 其实当时作为国家的领导人 吴王辽早对公死光的阴谋心怀警惕 所以他特意穿了几重铠甲前去赴宴 但是即使如此 在这个事发的时候 那位刺客从鱼肚子里拔出了那把短剑 就是鱼长剑 也是当场刺杀了吴王辽 那三重铠甲都没挡住鱼长剑的锋利 尽管后来这个刺客被当场格杀 可是公死光整个弑军的阴谋依然得逞 而公死光上位以后 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吴王和律 吴王和律在他的治下 整个吴国渐渐渐渐的走上了霸权之路 因此我想说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 会发现历史的路径 在一些关键节点上走出了巨大的转折 而这巨大的转折 其实就和咱们历史中 广为人知的神病戾气有关 于长剑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代表 正如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那样 剑在咱们中国历史中 一直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 它既是个人勇武的象征 也是品德高尚的符号 可以说 在咱们中国的文化中 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在近代以来 随着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起 剑也迎来了它的曙光 在当下的今天 我们如何才能 从剑这种古老的兵具中 重新发掘它的价值 以及文化含义 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我们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上武精神是民族历史的根本 真正的上武不是逞凶斗恶 热爱战争 而是绝不忍受压迫 虽只有微薄之力 也心怀大爱 铠甲便是上武精神最好的写照 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语 叫做一甲顶三弩 三甲进地斧 其实这说的是中国古代铠甲 在战场上特别突出的作用 有的时候 铠甲的性能 直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 您就好比说 在白江口海战中 当时日本投入的兵力 是唐军的好几倍 可是样被打了灰斗土链 这是为什么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双方的装备 在技术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你看在贴身肉搏的时候 日本的刀具 根本就砍不透唐军将士 所装备的明光铠 但是唐军将士 所使用的唐横刀 却可以对日本的士兵 轻松破甲 在这次战斗之后 日本将近千年的时间里 再也不敢进反中国 在过去很多节目中 当我们来介绍 中国古代战争文化的时候 往往会从兵器出发 但是我以为 如果我们想更加深刻 且全面地理解 古代的战争文化 甲咒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切入点 今天在这个场合之下 我就和一位 经厨于古甲制作的老师 一起带大家回到 中国古代盔甲制作的巅峰 领略一下 咱们中国古代战争文化的 另外一面 按照我的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它在不同的部位上 可能有不同的需求 因为三文甲它是像我们说 是三角形的 它是一个角链的节奏 它在活动性方面 可能还弱于于林的甲 于林甲 我们就说 人是一个绝对符合人体工程 胸这块可能是活动比较小的 那可能是用三文甲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活动小的肩甲都是三文甲 但一旦到了肚子这边 这是躯干 经常要取腹 不过起码要做人 那就可能要于林甲 所以要不同的卫生 有不同的甲片 才能符合这个 真的一生会讲的需求 如果太单调的话 可能就不一样 就是达不到我们 就是既要活动 又要防护的需求 当时的日本呢 为什么敢和强大的 唐帝国刚正面 在这个白井口战斗中 这些日本士兵 面对克勒金的唐军士兵 又作何感想呢 等到了宋朝时期 布人甲真的可以取代 明光凯 成为战场上的主流吗 上跨客APP搜索支持局 听我独家为你介绍 这些铠甲背后的秘密 唐玄宗年间 官方文献唐六典里头 就曾经系统的介绍过唐十三铠 其中在这十三铠里 像这个细林啊 山字啊 等等等等 这些是以甲片的形式来命名的 而有些呢 则直接是以甲片的材料来命名 比如说像皮甲 木甲 白布啊 等等等等 其实铁甲在咱们中国历史中真正大规模的装备部队是在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装备的那种铁甲被称为玄甲 今天我们从一些考古出土的证据来看 玄甲在当时已经成为汉朝军队的主流 之后在南北朝时期 我们常见的一种铠甲被称为两当甲 所谓的两当甲呢 就是一当互凶 一当互辈 这种两当甲呢 经过之前三国时期的过渡 后来啊 在南北朝时期呢 就成了军队的制式铠甲 甚至也成为了很多武官的制服 等到了隋唐时期 明光铠呢 成为了唐十三铠的代表之一 像主流观点认为啊 山文甲呢 一般出现在这么中国的隋唐时期 这个山文甲之所以会有这个名字呢 主要在于它的甲片啊 看起来可能像一个汉寺中的山一样 当然呢 也有观点认为 之所以叫山文甲 是因为它的这个甲片中间高高隆起 好像一座小山 但无论怎样啊 这个山文甲的制作工艺啊 非常有趣 它采用了一种叫挫扎法的技术 这意思是说呢 这个盔甲上面小小的甲片 彼此之间都是交错咬合在一起的 只要你排不得当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铠甲 你甚至可以不用一个甲钉 不用一缕丝线 就能把这些甲片 完整密实的拼合在一起 在西方啊 他们管这个山文甲的文士 叫做中国之星 而在日本呢 他们管这个铠甲的名字 叫做唐文甲 等到了宋代时期呢 明光铠 渐渐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在宋朝时期啊 常见的一种铠甲呢 是布人甲 等到了明清时期 火药武器在推广使用以后 过去的那种金属护甲 在防护性上 已经面临巨大的局限性 因此呢 外批棉花 内衬甲片的铠甲 成为了明清战场上的主流 而且呢 一直使用到了清朝末期 这些古代铠甲 所承载的高超记忆 我特别希望 可以把它们全都挖掘出来 将来有一天 当我身边的朋友 代表中国 去打国际拳甲比赛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 可以借助那个机会 把中国古人 对于战争的理解 呈现给世界各国的友人 其实中华民族啊 根本就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 我们不喜欢主动去伤害别人 但是呢 我们身穿这样记忆高超的铠甲 当别人向我们投来 不怀好意的敌视和侵略时 我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 挺身而出 制作工具创造出别样的生活 万年的精华汇聚 注入古老的思想 创造神奇 看似常见的物品 却蕴藏着思辨的 处世哲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陕西省滨县的考古人员 在对古城墙进行 发掘修缮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瓷壶 这个瓷壶在清洗干净之后 现场的古瓷专家 却对它的造型以及工艺 感到非常的惊讶 首先就是这个壶 它的颜色比较特殊 它的通体基本上是灰白色 但是其表面又散发出一种淡然的青 它的造型也很少见 比如说它的提梁 几乎是半圆形的 却被做成了一个凤凰的形象 好像清零安然地落在这只壶上 这个壶的开口处 是一个狮子的造型 连这个狮子张开嘴里的牙 都能看得见 除此之外 在这壶身上还有蝉枝牡丹 还有一些莲花的纹饰 因为它这个造型太少见了 所以有专家给它起了一个别称 叫做魔虎 后来这个古瓷专家 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魔虎的过程中 发现了两个谜题 第一个谜题 就是这个壶它没有盖 如果你非要说它有盖的话 这个盖跟壶身也是设计成一体的 它打不开 可壶盖都打不开的话 这古人要如何往里倒水呢 第二个谜题 就在于这个壶身底部 还有一个神秘的小孔 它是这个壶身上 维尔可以进入其内部结构的通道 奇怪的是 当你把这个壶身倒置过来的时候 从这个小孔往里面灌水 你会发现这个水 并不会正常的从壶嘴里流出来 但是你把这个壶身放正了以后 只要轻轻歪斜 这个壶嘴就可以正常注水 这到底是用什么样奇怪的 内部联通结构实现的 很多专家都拿不定主意 而且这个壶身上 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谜团 我刚才没有提到 我觉得这就需要咱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垃圾这种工艺 它就是这个壶心制作 这个泥巴首先定在这个中心点上 不要骗你中心点 这个工艺还挺有哲学意味 但先得直中才行 对必须得聚中 陶介垃圾是陶瓷制作工艺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泥土的质量 环境温度 调和比例都有着严苛的要求 在拉坯过程中要保持全身贯注 因为气型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气型的美感 一些行业内的老师傅 对这两个字曾经做过一些有趣的解读 比如说拉坯的拉 这意味着首先你要用手让土立起来 第二 坯字可以分解为上部下衣两个部分 表示追求不一 风格不一 除了上下拆分之外 还可以拆开之后左右搭配 比如说左侧一个一字 右侧一个坏字 这一坏意味着敢于破坏 违反过去的常规 自成一格 如果再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P里还藏有一个个字 这意味着作为个体 你要有自己的追求 要有个性 但上下要有所限度 那就是顶天立地方位P 雕花工艺 是药州窑最主要的雕刻装饰工艺 过于追求文士之美 是明清官窑彩色的成功之处 也是衰败之音 细腻精致艳丽 这仅仅是美的一种表现方式 宋代晚期以青丝为主 胎薄至尖 右面光洁均匀 色泽清幽 呈半透明状 十分淡雅 装饰了有刻华印花 结构严谨严丰美 线条自由流畅 但真正的大美 大气之美 大境界之美 是朴素无华之美 是天窄去雕琢之美 药州窑青子主要特点 就是文士刻得非常清晰 主要采用一面坡的刀法 史记上记载了又叫刀刀剑尼 一无见人凸显了北方人 豪爽 简单 直白 耿直的性格特点 模湖 我们现在叫它倒流湖 也可以称为内管湖 据有关资料记载 倒流湖在宋代时期最为出名 到了元代 其工艺发展更加炉火纯青 倒流湖最早产生于河石 目前没有定论 根据制作过程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湖中有两个导管 一个是倒流湖底中心 有一个通心内管接近湖顶 另外湖口连接内管顺着湖壁向下开口 违反了传统的湖顶注水法 二是把湖倒过来 注水放正后可以倒出 因此模糊没有可以掀开的盖 却在湖底有一个神秘的孔洞 之前怎么感到困惑的地方 就迎刃而解了 和药州有在线PK的如军官歌定 这五大名谣为何地位显赫呢 连通气园里在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应用 这个模糊为什么它可以没有盖子 上跨客APP搜知识局听我讲解更多独家的硬核支持 可以说药州当地曾经生产出一系列设计别致的瓷器 其中的盗流湖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个 今天它作为同传的象征 已经被永远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 其实盗流湖的玄机还不仅仅于此 最重要的是它的出现 使得我们发现古人在设计烧制乃至使用瓷器时 已经到了我们之前从未料到的一个新境界 其实这么一个小小的盗流湖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凝结了多少古代工匠的奇思妙想 他们不断地在艺术上精益求精 最终用双手把记忆精深到了这个境界 其实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正是古代工匠这种对至真至善的不懈追求 长久地造福了他们的后世 中国的瓷器工艺 其背后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一个字 那就是心 正是这种创新精神 促使中国一代一代工匠不断地摸索 不断地前行 将中国的瓷器工艺推举到一个又一个高峰 最终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文化鬼谱 冷兵器时代的特色 是肖木为兵 揭竿而起 当热兵器逐渐登上舞台 时代变了 在咱们中国古代关于武侠的文艺作品中 经常会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十八班兵器 但是这个十八班兵器到底是哪些兵器呢 其实在历史中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读 其中枪在刀枪限戟这个排行中排列第二 它本身是由利刃和长杆构成了一种刺杀兵器 因为它的使用技巧非常深奥 而且杀伤性很强 所以被称为百兵之王 在咱们中国古代的兵器排行榜上 可以说是做第一把交易 咱们接下来要接触的这把枪 那可不是一把普通的枪 因为严格来说 它是咱们中国冷兵器和火器的一个结合体 我希望能跟这里的工匠师傅们一起合作 把这件武器制作出来 同时把它所承载的那段深厚的历史转折 为大家得以生动在线 现在的钢 它还没有达到我们需要的需求的宽度 我们要把它用手工打出来 一个是把它那个刚性 它硬的刚性 让我们要把它打柔和一点 里面的纹路磨出来之后 它是会形成很漂亮的地方 一个枪头 这个李花枪我们做出来 既能达到它的那个性能的要求 也能达到我们视觉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是那种手工 把它断打出来 好的 因为我教你怎么打 反正之后我修一下 这把李花枪肯定做出来 好的 好的 你爱 在文献中所记载的十八班兵器 到底都是哪些兵器呢 在咱们中国从冷兵器时代 向火系时代过渡的过程中 除了梨花枪之外 还有其他哪些过渡兵器呢 在倭寇图件中 又深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下载跨客APP搜索知识局 让我独家为你把这些答案一一揭晓 在中国历史中 长枪一直都被赋予深厚的传奇色彩 你看历史中 无论是西楚霸王项羽 还是三国名将赵云 又或是抗金英雄岳飞等等 他们都是使枪的好手 而正是这些一个一个的英雄形象 让中国人在长枪这件兵器上 给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刚才咱们提到了18班兵器 但其实啊 如果我们单把枪拎出来 会发现里面呢 大概也有十几种分类 比如说在宋代的五经总药中呢 就专门提到了很多枪之中的细分 有像单勾枪 双勾枪 拐枪 拐突枪啊 等等等等 其中啊 像咱们提到的梨花枪 是比较特殊的一种 因为呢 在梨花枪的头部呢 安装了火桶 其中呢 当火要迸发的时候 打出那种白色的烟花 看起来就好像梨花一样 因此呢 梨花枪也正是从这种结构中而得名的 台北故宫伯苑收藏的持毛档扣图卷 是清代画家朗世宁的杰作 大家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 在图中啊 这个马上的人物身上背着剑弧 后背上呢 还跨着火冲 而手上端的这个长毛的前端啊 大家就可以明显看到 梨花筒的结构 这些元素出现在一起 说明梨花枪啊 绝对是一个从冷兵器时代 向火器时代过渡的武器 梨花枪的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就是拿一个或者两个竹筒里边放上火药 还有铁砂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绑在这个枪头下面 在交战的时候啊 可以先点燃火药 靠里边的这个火焰或者飞溅的铁砂杀伤敌人 这杀伤范围达到几丈远 之后呢 再冲上去贴身刺杀 你看呢 像梨花枪这种结构啊 因为它的设计简单 而且制作方便 所以几经更迭啊 在历史中是长久不衰 特别是到了明朝时期啊 大家看抗窝图卷里头 很多侵袭中国沿海的这些窝寇 它上半身呢 基本上是光着膀子 不穿衣服 对于这种毫无防护的敌人来说啊 梨花枪的杀伤效果达到了最大 因此呢 在这个抗窝斗争中 梨花枪呢 可以说是屡箭齐功 成为了杀伤倭寇的一个有力兵器 中国明代的抗窝斗争呢 可以说是咱们中国军事始终光辉的一夜 而正是咱们中国军民 对于窝寇长年不节的打击过程中 大家渐渐摸索出了梨花枪 这样精简而且实用的武器装备 可以说呢 也正是这把枪本身 不仅象征着咱们中国 从冷兵纪时代走向了火系时代 也象征着咱们中国严海地区 军民不屑地对敌斗争决心